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麼會這樣 也太幸福了吧 對 而且小花真的好可愛喔 沒錯 我有看到照片 我覺得嬰兒那個嘴嘟嘟的嘴邊肉 真的好可愛 不過真的要祝福她 妳要好好健康平安長大喔 不過除此之外 其實甄嬛傳裡面 另外一位靖飛楊子菸 她最近跑來台灣也有舞台劇 沒錯 而且我發現 她的時裝扮相跟古裝扮相 真的是差滿多的 真的嗎 我覺得 妳還是懷張現代了好了 趕快看一下這則報告 靖飛娘娘駕到 嘿 原來靖飛娘娘要來台灣了 而且對呀 虎哥我還真沒看過 靖飛的時裝扮樣 說到靖飛 在後宮甄嬛傳裡的模樣 我只能說靖飛啊 心地善良 女士無真啊 好啦 老實說 在劇裡略為顯老的靖飛 有幾個鏡頭 還給她有這麼點像呀 十六姐 皇上 皇上 難怪皇上對妳這麼狠心了 那麼到底 靖飛穿起普通時裝 會有什麼差別嗎 請看 您看看您 這樣不是很好嗎 年輕又自信 不用聞花露水 就瞬間回春了 根本美呆了 虎哥我說 古代是很危險的 靖飛 妳早該穿越回現代了 有網友說 這靖飛時裝 有點像李冰冰 但虎哥覺得其實更像她 就是二嫂李靖蕾了 竟飛本名楊子嫣 原來今年已經34歲了 雖然演出甄嬛 讓她的名氣和演出機會 因此大增 但表演課班出身的她 仍念念不忘舞台劇的魅力 而這次來台灣 其實就是要來演舞台劇了 而且她竟然還自甘當個小三 扮演北京上班的粉領族 在不知情的狀況下 和台灣的兩位大老婆 Janet 還有侯怡君 來個三女共識義夫 嘿呀 靖飛對上本土劇天后 再加上崩台灣的ABC 到底會有什麼 新的火荒呢 要故意了吧 索要精裝 靖飛又是娛妝雅 報導